高科技的实力尤其是像是在半导体方面 大家都觉得说对仍然还是台湾太重要了 不可或缺 可是你讲到的半导体 你一定第一个想到台积电 但你说台积电 台积电现在是讨论 有要到中东去建设超级工厂吗 因为这是美国华尔街日报所报道出来的 甚至还说是台积电跟三星都有在讨论 在阿联酋潜在项目价值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 那么美国就有点担心了 说那如果照这样来讲的话 会不会可能比较先进的一些人工智慧晶片 这一类的产品可能就会透过阿联酋 转到中国去 那但是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台积电 可能在中东来设超级工厂这回事 我先来请教一下蔡委员 你觉得几率高吗 中东的气候是适不适合这次的考虑 因为毕竟温度很高 第二个中东的人力资源够不够 可以撑起这样子的一个工程师的人力 在台湾的这些半导体工厂的工程师 训练培养都已经是很辛苦了 像在美国根本就不太容易找到 那在这个阿联酋 都要从台湾移到美国去 问题是台湾的工程师到阿联酋去过那种 很特殊的日子 大概有点困难 在第三个问题 那水电会是一个问题吗 水电也许还比较容易解决 因为阿联酋他们现在自己的供水供电都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会搞核能发电厂 他们会搞海水净化 而且成本很高 在阿联酋水比汽油还贵 你就知道说这个为什么 可是他们付得起 而且是有点免费供应给老百姓的现象 所以对阿联酋水电也许还小事情 最重要是人的问题会比较难解决 那你这个又不是一两个人而已 很庞大的人力 唯一的好处就是说 不愁钱 一千亿美金 这好像是对阿联酋来讲 就是一囊提一下 一千亿美金就提出来了 小事 小事阿联酋真的是小事 小钱 对他们讲的是小钱 对我们台湾是一笔好大的一笔钱 对阿联酋真的是小钱 所以阿联酋现在很积极 所以很希望能够有半导体厂 因为他们也很清楚 石油总是不可能这个付八代吧 现在已经付了好几代了 从战后到现在付了三代了 还可能付八代吗 可能性不太有 所以趁现在有钱 赶快把自己的产业结构转型 那转型到高科技 他们现在已经在做很多的数据中心了 解决电的问题 就是开始做数据中心 只要解决电的问题 我听了我就难过 因为他开标 做核电厂 跑去投标的竟然是韩国的核电公司 韩国核电公司比台电还要晚搞核电 而且还偷偷跑到台电来偷设计图 那我们一直反了一直反了 人家已经在海外盖核电厂了 我们还在家里面反核 还把核电厂关在那边养蚊子 所以台湾人的愚蠢不是一天两天 所以用了台湾人的智慧结晶去那里赚钱 对对对台湾人的愚蠢是代代相传 反核就是一个证据 结果人家韩国从台湾偷核能的技术 现在已经可以出口去阿联酋 投标要盖核电厂 你看一来一回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水力发电 那个地方也不可能有再生能源 再讲个笑话给大家听 因为再生能源供不起这么大的半导体工业 这是你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 人家人家讨论超级工厂 他就跟台积电三星讲说 老子有钱 你来 钱可以解决的问题 通通帮你解决 台积电当呢 真的吗 我的报表可以增加好多的英语 我的股价可以涨很多 对股东人的交代 对不对 而且管理阶层 每个人哄你每一年分多少 一想到 哎呀就心话怒放 三星电子也是一样 三星电子想前段时间 因为记忆体半导体 行情下滑 这个产品价格大概得到三折 所以赔得很厉害 那现在好不容易 啊 有一千亿啊 那我来我来 一定是啊 这个树叶匪泄 赶快赶过去了 所以我听了就蛮难过的 是是是 好 不过来这个丽将军 您看 其实呢 当然大家就去问台积电 台积电怎么回应呢 对此台积电是表示说 目前还没有新的海外投资计划 台积电说公司是以开放的态度 欢迎促进半导体发展的建设性的讨论 目前专注现有的全球布局 还没有什么新的具体的计划 但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正在洽谈中吗 只是还没有成为一个具体的计划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成的可能性不高了 因为很明显的就是说 美国这种幕后的这个营污者来讲的话 他当然为了他自己所谓的国家安全 事实上就是他怕失去 我们知道原来之前的美元 是跟黄金挂钩嘛 后来是跟这个石油挂钩 现在来讲美元来讲 是跟他的晶片挂钩 他就是唯一一个 现在在全世界还有的优势 其实军事优势 他已经慢慢这个已经衰落了 那他现在平常讲 他现在唯一一个优势就是晶片 所以他现在美元是跟晶片挂钩 跟科技挂钩 那为了确保他在这一方面 还能够保有全世界的霸权来讲的话 他不太可能会同意 这个不管是爱斯莫或谁 宁可你们这些国家都不要赚钱 你荷兰你爱斯莫也不要赚钱 你日本三星谁都不要赚钱 谁都不准跟这个中国大陆做生意 不准卖东西给他 去赚他们的人民币 对不对 那我也要把这个事情挡下来 那唯一一个他能够唯一卡到的 就是他有一些科学上的专利 他卡在那边 他不让他如果说是 你跟中国做生意来讲的话 我就把这个 这个用科技的方式来讲的话 管制你然后制裁你 所以我觉得是事情要谈成功的机会不大 那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就这个阿联酋这些国家 中东地区这些国家 他有钱他没有问题 我们知道晶片制造本来就讲究 一个资本集中的一个事业 需要很多钱才能够做得出来 那阿联酋有这个条件 那他盖如果说就像蔡委员讲 他盖核能电厂也没有问题 他资本钱也没有问题 那他就他国家立场 我当然希望有这个 有这个晶片高科技的事业 尤其是说像沙烏地阿拉伯 未来希望能够建设 这个所谓的未来城 或者是他未来很多的科技发展 他希望朝这方面努力 那他也希望说晶片工厂 就设在这边 可是你中间卡到一个关头 就是说其实中东这些国家 目前跟中国相处的关系非常好 那前一阵子美国实在是挡不住了 他把这个所谓的NVIDIA 他原来不准他们NVIDIA 晶片卖给中东的 他现在实在是挡不住 因为中东我就是要买这些晶片嘛 我没有晶片 我就科技发展不了 所以美国在这种万不得已之下 当然就把这晶片 现在同意卖给阿联酋 卖给中东 沙特这些国家同意卖 但是他们也很担心说 这些晶片会不会这个化水为零 到最后又转到中国的身上 所以这些东西来说 美国来讲一定会 竭尽诸班手段来做管制 可是我特别要讲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美国这样子管 所以基站在密也会有缝的时候 你老是这样子阻止人家进步 其实不是一个大国应该有的作为 你应该有的作为是 我怎么样来跟你在一个公平的跑道上 来共同竞争 我的科技比你发展 你做两奈米我做一奈米 你做一奈米我做0.5奈米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才是一个正常国家 应该有的那种心态跟作为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X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烦光清爽高防晒凝露